太阳升上来 新闻端出来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 欢迎收看经委点评 我是David正经委 那今天是周日 一大早跟大家问声早安好 那在今天的经委点评当中 想跟各位来谈到的是 在昨天的新闻 看到美国总统拜登 站在美国 这个德拉瓦州的空军基地 这个引领 三位美军在这个美国中东 遭到这个算是 美国说是伊朗的无人机 这个攻击之后 这个不幸为国捐躯 那这三位美国士兵分别是 瑞佛斯 桑德斯 还有莫菲特 那当然这三个军人阵亡 在这个美国来说 这个实际上并不是首次 那但是高规格有总统 总统夫人吉尔 有国防部长奥斯丁 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这个CQ布朗 全部到齐 那还真的是 算是近年来罕见的高规格 当然这三个只是 算小兵 小兵 可能在他们过去服役多年当中 都没有见过这三个大人物 其中的任何一位 那都是看电视 没有亲自面对这样子 但是没机会 因为级别太低 但是阵亡之后 却有如此高规格的接待 也看得出来 这个时机太敏感了 所以能有如此高规格的 这个引领仪式 好了 那当然看得出来 总统拜登 特别挑了一个 就在他们家门口 这个空军基地 德拉瓦州 德拉瓦州是他的地盘 因为在1973年 他就在德拉瓦州参选 这个国会议员之后 这个就胜选 就连选连任 一直做到2009年 从1973年做到2009年 可以算是道道地地的 这个职业 职业国会议员 他是专业国会员护了 那在国会 这个外交委员会 是担任主席 后来呢 这个很快在2009年呢 就被征召 这个担任美国的副总统 辅佐欧巴马的 这个外交事务 到2017年卸任 那接着后来 又做总统 到今天 那看得出来呢 这个也是方便 因为据新闻报道 在迎领仪式结束之后呢 他就回家休假去了 那当然到了家里之后呢 很快就跟电视媒体 又说了一段话 开个新闻发布会 谈什么呢 说美军呢 开始这种复仇行动 对付谁呢 对付是这个 大概有83个地方 美国丢了125枚精准炸弹 是由B1B 由美国本土出发 前往中东的伊拉克 叙利亚 执行这次复仇行动 他言下之意就是 只要我们美军啊 有人敢动 我们就一定啊 这个以牙还牙 那个味道 那我们就看到呢 这一次呢 其中是非常有趣的点 就一一浮现出来 第一 美国为何啊 如此大费周章啊 动用B1B 即将这个借铃退休的 这个超音速啊 喷射轰炸机啊 千里迢迢 万里迢迢了啊 从这个美国本土起飞啊 这个据我的推估啊 他们现在走的路线 应该是美国本土起飞之后呢 这个穿越大西洋啊 穿越大西洋之后呢 朝到西班牙奔去 到奔到西班牙的时候 差不多就要进行一次空中加油了 因为呢 理论上呢 它是载的很多炸弹嘛 两架啊 平均一架要带60多枚啊 两架带了125枚 对不对 那等于是一架平均要60多枚 那这个油呢 就加的不是很满 它可能起飞之后啊 已经进行了一次空中加油啊 因为你油料不能多嘛 先挂弹 载着很多弹起飞 起飞之后空中加油 加满油之后呢 开始过大西洋 穿越大西洋之后 进入西班牙的时候呢 应该进入第二次的空中加油啊 因为要进地中海了 所以在这个西班牙 把这个油料再填补满之后呢 就飞越过地中海之后呢 进入伊拉克叙利亚 开始狂轰滥炸啊 那当然现在目前传出的死伤是 30多人伤亡啊 但是花了125枚啊 精准炸弹啊 精准炸弹 那当然为何用逼万逼啊 理论上来讲 对付这种民兵组织啊 就是 就是不是正规的 大规模的什么坦克大军啊 为何如此劳斯动众 因为B1B啊 说真的 当年的设计是在冷战的时候 美国为了对付苏联 就要有一种高超音速轰炸机 能够携带核弹啊 用这样的低空啊 冲进苏联 到莫斯科丢了这个核弹 啪 船头跑啊 要那种战斗机 那后来发现飞战更厉害嘛 对不对 还要什么战斗机 还要空中加油 太费事啊 那后来呢 这个B1B啊 这个任务性能就下来了啊 但是美国花那么多钱做 也不能那么快报废 就放在那里 当鸭箱宝嘛 那现在逐年淘汰 逐年淘汰 大概就剩下20多架啊 那这次去了两架 那就第一要展现出呢 美国有核打击的威力啊 对付这些 像现在伊朗比较不太听话嘛 对不对 我要告诉伊朗 我有核威慑力量啊 就告诉中东国家 我有办法 从美国本土带着核弹 高速飞到你们的面前 送你们一颗核弹 就这个味道 不然在这个中东地区的 美军这些战斗机啊 绰绰有余啊 绰绰有余啊 尤其像在阿联酋 对不对 美国还有那个F-15 什么X型的那些战斗机啊 你就带着普通的这个炸弹啊 去丢一丢就行了啦 执行轰炸任务是绰绰有余啊 为何那么累啊 因为你这个沿途飞过去啊 这个空中加油 对不对 就说他这个丢完炸弹 据说当时啊 回程的时候 约旦空军的F-16升空啊 干嘛 戒备嘛 又一次空中加油 第三次啊 要空中加油了 那当然要回程嘛 丢完炸弹之后 他要往回飞地中海 要飞回去 那原路回去 要经过地中海 对不对 经过西班牙 再进入大西洋 回到美国本土 好 那在那里就要加油 所以约旦的F-16呢 就升空 不然F-16 他不是去丢炸弹的 约旦不会去帮忙丢炸弹的 他是干嘛 护航 因为你空中加油的时候 这个飞机的空中加油 是这样啊 我们稍稍讲一下 他在空中绕圆圈 他不是直线飞行 那这个空中加油机先飞 那加油机在绕圈圈 然后要加油的飞机呢 就排的队 上来 进入这个这个Circle圆圈里面 然后慢慢靠近 慢慢靠近 慢慢靠近 对不对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讲好 高度航速方向 都知道那个角度嘛 那飞机上来 一接加油 加油 第二加 加油 对不对 加完油走 好 那当然了 那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 就是别人攻击你 你是完全是必死无疑啊 所以要有这个戒备 所以那个地方呢 就交给约旦的F-16来护航啊 那关于呢 在阿联酋升空的F-15呢 就等于算是戒备 让伊朗的空军啊 不要从后面来打啊 因为他打伊拉克 叙利亚 那这个B-1 B-1B在这边绕嘛 对不对 要丢炸弹的时候 他速度一定要慢下来嘛 他不能那个高超音速速度就飞走了 对不对 所以很容易被攻击啊 所以这两边啊 护航 你就知道 这一次执行的任务啊 很贵啊 花很多钱啊 对不对 效果有没有 有 展现出美国有核威慑力量 就这样啊 这个是不是真的要打那些 非要去听那三个美军报仇 好像不太符合 美国过去的外交策略啊 因为美军在海外阵亡的数字啊 比比皆是啊 那个都很高 只是这个节目眼上啊 2024年要大选了 中东的这个摊子啊 越搞越大 从原来的哈马斯 阿萨克洪水行动 变成以色列的复仇 杀了上万的加沙居民 到现在伊朗的卷入 胡塞武装组织 红海 哇这个 你看这个 这个中东啊 在2024年啊 这个要开始闹了 这个好像没停了 所以美国在这时候呢 一定要狠狠的亮一下肌肉 告诉你们大家 我美国虽然呢 从阿富汗撤军 但是我还是很有影响力啊 对不对 谁敢那个越次啊 你就倒霉了啊 那当然回头来讲 美国这种战略平衡啊 它实际上是 一直以来的一种方法啊 美国在二战之后呢 实际上就是 一直努力推行的 叫做地区性的 权力平衡啊 地区性的权力平衡啊 这个是我经常讲的 滑坡理论啊 就任何滑坡当中 拿走一颗石头 滑坡去去开始滑动 当滑到一个阶段 就卡住了 美国要的就是地区平衡 所以你看在东北亚 朝鲜跟韩国 这叫地区平衡啊 台海两岸地区平衡啊 当年还有这个北越南越嘛 但现在这个南越已经给灭了 他的任何地方 要找地区平衡 那中东也要地区平衡 所以呢 现在来看呢 他撤离阿富汗之后啊 实际上中东失衡了 失衡的关键在哪 在中国嘛 对不对 中国让伊朗跟沙特和解 这完全不符合美国那种平衡战略嘛 伊朗跟沙特死对头 两边的矛盾 波斯湾对美国来讲 高枕无忧啊 对不对 两边啊 这个对立 我反正呢 在后面啊 这个援助沙特就搞定了 就现在两边大和解 那开玩笑了 对不对 第二个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要大和解 中国说已经放话了 要斡旋了 中国以那么低调的这个 这个外交形式风格 会对外说 我们要处合 各位应该记得前年的年底 习近平访问这个沙特之后嘛 中国就说啦 我们要继续推动啊 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这个啊 这个和解 那那个那时候是什么样的概念 完全不符合美国战略的意义 所以你看今天这个事态发展啊 当然呢 这个已经又有一点过头了 本来美国希望有一点点的 这个这个对立产生 就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的矛盾 变成犹太人跟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 又变成一次权力平衡 对不对 但没想到呢 嘿 这下是控环大了 对不对 伊朗出面了 因为这个这个局面啊 就是说大家都懂 这个在外交事务上 大家都懂你在玩这种平衡战略 有的时候你在牺牲别人的利益耶 对不对 你在大西洋的那边高枕无忧 过着好日子 这边大家在厮杀之间 那个都知道后面是谁嘛 所以有些人就耐不住 那个就叫伊朗就出来了 讲到伊朗啊 伊朗这个国家人家是波斯人啊 当年古文明时代 那个波斯文明也是赫赫有名嘛 当然现在这个好像讲到波斯呢 就想到这个波斯地毯啊 但除了地毯之外 波斯人的这个文明啊 到今天的伊朗 他有延续性的 所以伊朗一直希望呢 在中东地区啊 还是扮演一个大国的角色 就说我不走美国路线 所以严格的来说 在那个就是伊朗 这个1979年吧 革命之后 那当然就跟美国是渐行渐远 美国对他的经济制裁啊 完全是要塑造一种什么 新的地区平衡 各位没有注意到 你既然不是我的人 不听我的话 怎么办 地区平衡 你就去演坏人 原来你要 我叫你演好人 你不演对不对 好我让你演坏人 叫大家跟你矛盾 所以这个伊朗这些年啊 发现美国在称以色列 称的已经有点不像话了啊 那所以呢 伊朗呢 就希望啊 他在整个中东地区 扮演压制 以色列的角色 伊朗在1979年呢 这个霍梅尼执政之后呢 他就发现这个以色列 现在在美国的支撑下 越来越壮大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尤其是美军啊 在这个20 大概2000年之前呢 基本上在这个伊拉克 阿富汗 叙利亚这一带啊 基本上住有大量的美军 这个对整个地区来讲 等于算是一种霸权啊 插旗在中东 让这个整个中东事务呢 大家都要看美国人的脸色 所以啊 伊朗啊 长期以来呢 他就有四个好朋友啊 算小弟啊 这四个小弟 第一 尼巴嫩真主党 这个不用说嘛 对不对 伊朗后面撑腰的 那第二个 野门胡塞啊 最近很红啊 天天在红海啊 大家都怕啊 那第三个 就是这个加沙地区的哈马斯 第四个 就是伊拉克什叶派的民兵啊 所以整体来讲呢 现在看得出来 伊朗是希望利用这四股力量 分散牵制美军 那当然随着事态的发展 这件事情看得出来呢 这个美国现在 一直在犹豫一件事情 要不要对伊朗动手 我刚讲这些东西 美国人都懂啊 美国也不笨啊 他有情报员啊 他也会分析啊 分析的结果 今天呢 我美国啊 要在中东找平衡 那有人就在坏我的局嘛 就不让我把这个平衡啊 给制造出来 而且让这个 这个有点失控了嘛 这样这一次 美国就等于是被伊朗给算了 对不对 弄得美国现在是进退两难啊 那现在怎么办呢 会不会对伊朗动手 当然美国国会议员啊 一天到晚 共和党的啊 就提议 拜登啊 你快点对伊朗啊 去丢炸弹啊 对伊朗这个 好好地教训他一下 拜登知道 伊朗啊 是该教训 但是不在2024年 今年要搞选举啊 他这个时候要是大动干戈 对伊朗丢了炸弹 你想伊朗会怎么样 对不对 不还你吗 你还要选吗 对不对 你要不要派美军去中东 去了中东 你怎么选 大家就想 不对吧 这个拜登 你还要选吗 那当然伊朗呢 他不单单只是美国 在军事上的对抗 至于让这些年呢 伊朗啊 要摆脱这种 所谓孤立主义啊 美国孤立他 他自己要走出来 比如说 他愿意跟中国 那么的紧密 也有考虑到 他自身的利益啊 除了卖石油 他还希望能加入 上合组织嘛 加入了对不对 然后呢 能跟印度啊 其他国家 还有贸易往来 他是希望 他不单单只是啊 这个一个 一个庸坐在 这个石油黑金上面的大国 但是是非常的被孤立啊 他希望走出去 所以呢 不管俄乌冲突 他对俄罗斯 或怎么样方面的那种 来来往往 都看得出来 他有外交 经济 军事 多方面的三管齐下 好了 那拜登会不会在 2020动手 答案是no 对不对 那这一个一个答案呢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的中东战略 现在正准备找中国解套 因为稍早之前 在泰国曼谷的 这个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啊 跟美国国安顾问 沙利文的会面 12个钟头啊 12个钟头的会面 谈的最主要就是 红海危机 红海危机啊 解决危机不能看表面 说哎红海危机啊 咱们多搞点军队 到红海 危机就没了 那不可能吗 你要从根本地方解决 根本在哪 在伊朗 对不对 那干嘛 美国希望中国来牵制伊朗 中国也很清楚啊 美国的这种战略 要中国来牵制伊朗 才符合美国的战略平衡嘛 对不对 他让巴勒斯坦跟以色列 去搞矛盾 伊朗退出去 对不对 那巴勒斯坦一己之力 最后跟以色列 是什么样的平衡 一定是一大一小 对不对 巴勒斯坦一定是吃亏的 阿拉伯国家 美国都按住了 不准动 对 以色列继续 在中东扮演 美国代理人 这符合美国利益啊 对不对 但伊朗现在 在拉抬巴勒斯坦 这边的力量嘛 对不对 各位想想看啊 你以色列这样 我现在把这个巴勒斯坦 弱对不对 我用红海 这个什么攻击行动 野门这些啊 还有这个 胡塞武装组织啊 什么这些 全部上来 真阻挡 把这个拉成平手 这个 这个是现在美国 要中国去帮忙牵制伊朗 中国会不会立刻去 配合美国的中东战略 在那中国有诸多考量啊 这个国际外交事务很复杂 我就想嘛 红海是中国的海运的生命线的动脉 动脉啊 对中国的这个运输啊 经济啊 影响自身 那当然脱酒对中国不利啊 但是现阶段是不是一定要配合美国的政策 去解决安抚伊朗或牵制伊朗啊 这个这个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 当然我相信中国的外交高层啊 有诸多考量 而且外交事务上啊 他是他的对价关系啊 不是用金钱衡量 说我用五块钱 买你一杯咖啡 不是这个概念啊 那咖啡现在不止五块 在新西兰啊 已经都快七块了 那现在呢 这物价涨很凶 那现在我有讲 现在的关键在哪 现在的关键就是在于啊 这个中国会衡量 或在某一些事务上 换我来跟伊朗谈 譬如说 俄乌冲突 你美国要松手了 对不对 你不断的给钱 给炸弹 给飞弹 那个打个没关没了啊 对于地区的经济复苏 不安全性不断的增加 你那边收手 我这边帮你灭火 对不对 这个外交上是这样的 对价关系 那大家叫垫一垫分量啊 你那个跟我这个 有没有同等值啊 对不对 像那个你要打米去换肉啊 大家垫一垫分量 所以这个看得出来 现在美国的 这个非常烦恼的一件事 就是拜登啊 非常烦恼一件事 就是到底这个事态的发展 什么时候能够要结束 而且要快 在这个拜登的这个眼里啊 这个事情拖得越久 对选情越不利 因为大家就会慢慢形成 一个概念 拜登的外交政策 失败 这个要是给贴上标签 撕不掉啊 票就没了 现在要往上贴好的 对不对 你不能贴那负面的啊 所以呢 当然在这件事情上的发展 我相信大概在各把月内就应该会结束 所以你看这两天急得不得了 美国的总统拜登要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电话 谈什么 红海 谈的伊朗 这个太重要了 一定要来帮忙啊 快点把这个事情 结束 那相信呢 大概不出一个礼拜 双方领导人呢 应该可以通话啊 大概 至少会把这些事情啊 有一个说法 因为我觉得沙利文跟王毅呢 应该是把整个框架 已经有了最后最后的这个点 已经谈到那个交集上面了 应该刚开始是很松散 慢慢慢慢 12个钟头嘛 谈到最后 大概有一个就是最后的关键 怎么换算 拿什么换什么 对不对 大家讲好 来谈 那最后当然由领导做决策了 那当然就是拜登跟习近平的电话上 就说这样这样好不好 好 两个领导人点头了 这个一诺千金嘛 回头各自去把这事情解决掉 我想关键暂时 所以这值得关注 在未来的日子里呢 我相信很快 中美领导人的通话 可以看到世界局势将出现变化 好的 算算时间 农历新年马上就要来了 那当然在这里还是祝福各位 农年啊 财运哄通 身体健康 合家幸福平安 那当然更感谢 好多新朋友 加入我们经纬点评的大家庭啊 在昨天呢 参加公司的这个 新西兰呢 这个地区的啊 这个算是新春活动当中啊 碰到了许多 经纬点评的观众啊 大家都非常的热情啊 跟我在那边讲 关于这个很多的意见 跟建议鼓励啊 真的是感恩莫名啊 我会继续努力 在2024年 做出更多的好节目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 我们就明天 同一时间 共同再见哦 拜拜 见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